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记得我母亲说过的最清楚的一句话 就是一个女人千万不能软弱 你一软弱就会被男人欺负 后来我母亲也病了 说白了 就是被欺负她的那些男人给欺负的 我为了保护我母亲 保护我自己 很早就出来工作 而且还选择了这一行 我知道 做这一行 会让人变凶 多半时间是别人怕你 很少你怕别人 可是我没有想到 我还是会被欺负 被我们这行里的人欺负 被我那些上司欺负 他们始终认为一个女人 就是要被男人摆布 被他们玩弄 被他们侮辱 有时候我真想把他们全都打死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 你以为我会流眼泪吗 我不会在任何人面前流泪 包括你 不过你给我听好了 你敢把我今天说的 有任何一个字露出去 我先打死你 吃饭吧 来 你 Hol 您要法健康 你根本来请建声 可能我都跟他打死你 在 JAIN A 刘 紫陽哥 你 enfin 三家 我闻一家 你闻一家 还要闻一家 我闻一家 你不会闻一家 你一个闻二家 我闻一家 我闻一家 你这家 行了 你饶了我吧 但说实话 有时候我挺同情他的 但看不多的时候 他让我害怕 能不能让我躲躲 这日本枪的失智呢 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候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让他打扰我 要不这样 这武汉的鬼天下 说下就下 你刚才说什么 要圈战我的猎场 什么你的猎场 这猎场不是你的 再说了 我也用不了几天 请吧 我想做一个 新枪的全天候野外技术测试 想看看 它的各种天气气温下的枪性 那我管不着 你们要搞实验的话 那得给我赔偿 我请你吃饭 你能有什么好吃的 要不这样 刚好啊 我的子弹塔没了 别跟我说子弹 不行 这是规定 还有啊 实验这几天呢 你千万别在附近乱跑 这可是禁区 万一被人抓着了 我可不保你啊 你啊 跟你爸爸一样 死口 这是你们罗厂长特批的 我奉命来检查 你们这里的保卫工作 你怎么来了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我是 我是什么人哪 我通过国防部 给你们罗厂长打个电话 他也只能什么都跟我交代了 小姐 这可是禁区 我现在正在搞研究工作 不就是仿造日本枪吗 我也恨日本人 你研究对付他们的事情 我是一百个支持 这不是 我就来帮你检查检查 这儿的防卫工作 有没有漏洞 我这儿非常的安全 如果你没什么事的话 你就先走吧 我担心你一个人在这荒郊野地里 待着难受 陪你来说说话 我不想跟人说话 我在工作 我需要安静 好 那你安静 你工作 我不说话了 你说女生 要是不厉害 要是不厉害 就被你们男人欺负 要是太厉害 又被男人当成干活的 根本就不当成女人 做人真是难 你说我好心好意的来看你吧 不领情也就算了 还摆个臭脸 你不停地跟我说话 我需要工作 你让我怎么工作呀 好 我不说话了 你工作吧 谁 什么声音 可能是老鼠吧 老鼠 我最怕老鼠了 好吧 既然你不欢迎我 那我先走了 我不送啊 出来吧 都赖我这条腿 以我早年的身手啊 会让你听出来 京爸 你怎么不听话呢 你这么跑过来多危险呢 我就是想用我这汗洋灶啊 跟你的心枪比一比 静马 你知道吗 刚才楚蝶来过了 如果被他发现的话 那可了不到 哦 我知道了 你这小子 为什么选我这儿做实验了 你这是 假公济私 给一个女人在这儿鬼混 你胡说什么呀 我跟她没有一点关系 我都看见了 你看见什么了 那臭丫头我领教过 她对你都是挺温柔挺好的 这半夜三更的 她还跑过来陪你聊天 还给你打扇子 静马 你到底走不走 不走的话 我可害人了 行了 我走 见色忘义的东西 站住 别开枪 我就知道不对 故意离开引你出来 果然是个大老鼠 不许说话 不许乱动 叫她的枪松伸 是 别误会 这是我干爹 你干爹 私闯禁区 私带武器 私偷子弹 这三条哪一条 都够她喝一壶的 你也逃不了干系 一起带回去审查 是 你可以走了 你们厂出寒丹保你 那我京霸呢 他没那么简单 初点 你别忘了 我京霸可是北伐的功臣 救过蒋主席的命 至于那把枪 还是蒋主席亲自批的条 人在枪在呢 他经常去那一带打猎 最多算是一个侮辱进去吧 至于那些子弹 算他太小便宜 你就放他一马 算我求你了 你也会来求我 我还以为你对着我 只会摆出一副臭脸 他的事情虽然很严重 但也不是没有回旋的余地 那就要看你怎么做了 那你说 你想让我怎么做 你们俩出去 是 回来 把门关上 是 我想 让你请我吃顿饭 漂亮吗 你不是老说我凶吗 现在看见我还紧张吗 不大习惯 不邀请我坐行吗 你也坐吧 我第一次来这儿 你点菜 这老金又犯魂 这次玩大了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你别担心 汉阳不是天天在跑这件事吗 没问题 是啊 汉阳这孩子虽然嘴笨 但是心好踏实 你这要谁家的女孩嫁给他 那可是有福气了 可惜啊 我这介绍了几家的女娃 她都不愿意 你说这孩子 她想找个什么样的堂克呀 我也正犯愁呢 这孩子心眼好 又憨实 这年纪也不小了 我倒有个想法 没准能成 你觉得小雪怎么样 小雪 我替你数着呢 这已经是第十二杯了 你要不要去个厕所 不用 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我干爹的事情 你憋了一个晚上 就憋出这么一句 是 我想请你帮个忙 关于我干爹的事 你是真傻呢 还是装傻呀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 你就一点都没有看出来吗 你为我做什么 我是为了你研究枪 才跟你学枪 研究枪的 而且 我还把藏在心里的秘密 都告诉你了 这还不够吗 你要不要把汗擦擦 是你自己愿意跟我学的 所以我才教你 对 是我自己要这样做的 我承认 你的确是 第一个让我动心的男人 我这辈子 只佩服过两个男人 第一个 是蒋主席 我认定他才是我唯一的灵修 愿意为他效忠 第二个 就是你 你外表看起来傻 但是你能给人安全感 关键时刻你也能镇得住我 你这样的男人 最适合我这样的女人 我说的不对吗 我们俩不合适 你聪明 漂亮 能干 我相信 会有很多的男人喜欢你 你不喜欢我 我不知道怎么打比喻 我只能说 我不愿意拿一杆 有问题的枪去射击 第一 怕炸糖 毁了枪 第二 也怕毁了我自己 我有那么可怕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想说 我们两个人 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你这样对我不怕我担负你吗 怕 但你对我说了你的真心话 我也应该用真心来对你 我只想说 你们俩不合适 你还想不想救你干爹 想 那你还这样对我 我不喜欢别人威胁我 我想得到的东西 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 炸糖 那么 没关系 惊霸你听我说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是为了 只是为了纪念 你可以拿着 但是不能打了 你 你们 你们混蛋 把我的枪给毁了 你不等于把我 把我给删了吗 不行 我找他们去 警网 警网 你听我说吧 说什么 为了缓解你的伤痛 我已经报请罗厂长批了 特聘请你为我们厂的 兼职质量监察员 负责抽查每批新枪的野外枪性实验 说白了 就是让你过过相引 您看行吗 真的 真的 今天晚上那边需要把枪运回去 啊 那我就安排他们从汉口港入港了 知道了 哎 哥 去吧 好 这穿上军装真的看不出来了 没想到啊 这一眨眼就昏毕业了 什么叫昏啊 我可是全优生毕业的 现在在厂里的无线电通讯班实习呢 最后还是如你愿了 哎 当初我拼命不让你读 不恨我吧 哼 恨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 一定要读出个样子来给你看看 妈说你好几天都没回家了 担心你 让我过来看看 我再准备一个大的项目 办完以后我就回去 我不在的时候 妈那边 你多照须着 放心吧 我知道 那我去上班了 去吧 snap 1931年8月 武汉 遭受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 汗阳兵工厂全部被烟 被迫停产 同时阵境中外的918事变爆發了 日军侵占了东北三省 快点 快点 这边啊 放手 把那个穿过 好 放好啊 快点 你看看 这是最后的试枪数据 日本的新枪的实验 我们已经完成了 你看看 这些都是告你的信 说你在洪水期间 不思旧灾 还坚持新枪的实验 管他呢 难道我们发了水灾 小日本就不会打我们了吗 小日本在东北 真的动手了 看来我们研究的东西 真的可以派上用场了 现在急着推进 江西角工的蒋主席 心思根本就不在这 你看看 这是国防部刚刚来的紧急公文 这上边一个字都没提抵抗日军的事 这江主席现在着急的是 江西前线的军火不能断 他拍着桌子说 一天断了都不行 国防部紧急命令我们 在修复期间 也要派一对精干的技术力量和工人 开到前线去 在前线 成立一个临时的修械所 紧急修理被破坏的枪炮 这命令里 还点了你的名字 让你做临时技术负责人 你要把我派到江西的脚工前线去 厂长 南京发来的电报 让我厂赴江西人员尽快动身 这次水灾 全市的通讯都中断了 多亏了小雪这部电台 始终跟着我 可是派上了大用场 这次赴前线 上级要求我们 也要有一部电台跟着 随时保持和部队 还有我们的联系 小雪刚才主动申请 我也同意了 你让他跟我去啊 嗯 哥 我刚被常理录取过来 好不容易有一次锻炼的机会 你就让我去吧 不行 哥 我说不行就不行 我 不太宠新去 阿满 想你 也是 我也愿意 怎么 我 我告诉你啊,不行。 为什么呀? 危险。 我是负责联络的, 我都跟金楚哥联系了, 他离我们那儿特见, 而且金楚哥说了, 他那儿离前线远着呢, 根本就不危险。 女孩啊, 尽量离那个打仗的事情远一点。 哥, 我好不容易跟你一起工作, 我想跟你多待一会儿, 你就答应我吧。 小雪, 你想过没有, 如果我们俩都走了, 谁来照顾妈? 妈同意了, 她特喜欢我俩在一起, 妈说她可以去汉真一家住。 谢谢, 先回家。 是我同意的, 连汉真一巴不得我去跟他做个伴呢, 他好, 托你们带东西给他儿子。 再说了, 你到了江西, 不正好有机会 打电一下小强的消息吗? 妈, 我也是正因为这个原因才去的, 可是小雪非得跟我一起去。 那就让小雪跟你一起去啊, 你俩正好能多在一起。 你也是这么想的? 这些年啊, 这些年啊, 我也看出来了, 这丫头从小就喜欢黏着你, 你们俩这事要是成了, 娘啊, 就恶弥陀佛了。 妈, 你小声点, 万一被她听见了多难为情啊? 有什么难为情的?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娘替你试探过了, 这丫头啊, 一提起你就笑, 女孩子嘛, 她笑的不反对就是同意了。 真的? 你俩就放心去啊, 等回来了, 我就把话跟她挑明了, 剩下的, 不就是娘给你俩挑日子了吗, 是不是? 什么? 由汉阳去江西前线了,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这是国防部的紧急命令, 和修械所组成的人员名单。 我想这些就不需要再经过你的批准了吧。 江雪? 这个江雪跟她一起去了。 好, 欢迎杜查小姐来我们灾区, 杜查恢复重建工作。 我很忙, 失陪了。 你们过来一下。 是,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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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怎么了? 一脸失忆的样子, 不像你啊? 失忆? 我从小到大就不知道什么是失忆, 情场战场我都得意。 楚蝶, 你到我那儿去工作吧。 我已经被戴笠, 委认为武汉特工组的组长了, 戴老板很受领袖的信任, 这个人有魄力 将义气 就看你是不是真的能干 你到我那儿 一定有施展的机会 再说了 也没有那个姓甲的 在头上压着 蜀蝶 怎么了 你不愿意 我们现在立刻去办调动手续 我要马上工作 哥 这是给你的休泄所 准备的临时营地 离我们军部很近 也特安全 我听说你们要来啊 我是高兴的 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大早上我就让他们打扫干净 在这儿等着你们了 好啊 臭小子 行啊 爬得够快 都当上军部的副官了 猛虹女长的器重 当然 也少不了我个人的努力 你这顶子 怕也是用鞋染红的吧 你这小丫头 长大了嘴也变吊了 本来就是嘛 一将功成万古枯 你要不是叫功有功 哪能生那么快 行了 说什么呢 瞧你们俩 一见面就吵 哥 我带你看看去 走走 来 小雪啊 以后呢 跟你那个金楚哥说话的时候 小心一点 别胡说八道的 来来来来 尝一下我亲手做的热干面 敢不敢得上我妈的手艺 尝一下就知道了 怎么样 还真有点汉真仪的味道 我这些年一想家呀 就自己给自己做我热干面 解解馋 可总做不像 这回 幸亏你们给我带来这些佐料 你别说 还真有点这个意思吧 咱们兄妹三个 好不容易聚一次 大家都开心点 明天我就要走了 来 我们喝一杯 你明天要走吧 对啊 刚接到军座的命令 让我去先线独战 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够再见 静楚哥 连你也要去前线了 是不是要开始进宫了 静楚哥 我敬你 祝你平安顺利 这才是好妹妹该说的话嘛 来 干 静楚哥 嗯 你走哪条路线 记得通知我们一声 我们以后也好给你用武器 嗯 还是小雪想的周到 你放心吧 郭 咱一会儿喝呀 哎 静楚哥 嗯 我再敬你一杯 你到住地以后 记得通知我跟哥一声 我们也好放心 祝你期开得胜 哗 我再时就说 这三个人 再上梯 你 这四个人 我们要不要 我们要先帮他 请 你们 然而 我们要是 我 好 好 那么 不过最好是不要让我知道他的消息 为什么 我跟他虽然是兄弟 但也是敌人 一旦在战场上相遇 我发过誓 我绝不会对他手转 所以这些年我一直都躲着他 我不想知道他的消息 我最怕的就是在战场上碰见他 听天由命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诚意得 куда 就 刘先生 一直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叫八三四一 对对对 我也想起来了 他当年在武汉主持假期所的时候 为了给学员们参加军训 还特意打条子到海洋兵工厂 借了一批海洋躁 好好好好 首长 您放心吧 我们坚决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可是搞这么大一批新枪 不太好搞吧 好搞就不找你们两个了 不过我们会提供特殊的帮助 哥 你教我打枪呗 奇怪了 你说你们女人 为什么都想学打枪呢 还有其他女孩 让你教她打枪吗 没有 那你也教教我呗 万一有什么危险 我也能防身啊 行 我教你 其实呢 打枪很简单 但想打好非常难 需要的是上堂瞄准开枪 你来试试 哥 哥 清楚 你怎么回来了 我有点事 想和你单独说一下 你说那两批军火 都被共挡劫了 是 这就奇怪了 这时间 地点 路线 都是严格网密的 他们怎么可能知道的 那么清楚呢 我去找他回你们这儿 是不是出了内鬼 他让我通知你 去院中查一下 你说我们这儿 对 不可能 这里把守得那么严密 外人不可能 我去门 你怎么办 我去浏灰 你怎么办 我去门 你怎么办 我来的 我来的 老门 你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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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 我刚刚接到电话 说京楚压运你那匹枪 住了埋伏 京楚被俘 京楚哥亲自压运的 是啊 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哥 那你打算怎么办 你该不会要亲自取前线吧 没想好的 不管有任何办法都得救他 哥 我听说军部 前几天押回了几名红军俘虏 消息可靠吗 可靠 司机派刘派长说的 这样 明天一早 我去军部 去求那个黄军长 想办法 让他用那些俘虏 把京楚换回来 好 昨天我去军长 三哥 我以后 去军长 游客 凰军长 除了 我 出来了 是 れて 那次 所有人 都准备好了 充分发这条共产党的大鱼 大鱼中的大鱼 这次你的功劳可不小啊 是他自己太大意了 再说 没到手之前都有溜掉的可能 不能再等了 我要提前行动 初天 这次是我们跟老家联合行动 你提前 就会惊动了他们的鱼 你答应过我 我有独立行使权 在时候我研究过共产党 夜长梦多 可 抓住一个钟顺发 能顶多少条小鱼 初天